汪沙这一件事情 大类来说 起缘故也有下类其中 第一种是判解送案 法官接受贿赂 造成诬陷的冤意 这种任性的作为 是很悲惨和残酷的 第二种是带兵打仗 藉由作战的机会 屠杀辱人 抢夺百姓财货 假称理由杀人手机 来冒领战功 第三种是医生用药 为了涂抹财物 不懂医理任用假药 或开措药方 以致医死病人 还昧着天理 不承认错误 并攻击他人 第四是破坏身孕 为了节省汇用 不养女婴 而将他逆死 放纵淫历 身怀租胎 而将胎儿打肚 就是肚胎 第五是衙门恶力 利用自权诈骗财货 陷害善良百姓 七盟主上 七盟主管 对以对待百姓 则恨恨恨其内待 第六是 和洪水害人 书买洪水专家 千里破坏他人 祖先洪水 以陷害他人 使他人 置以绝地而遭致祸害 第七是 庸诗误人 不屑无事 导致误人一生 伤害他人的子弟 以上这些 杀人的方法 虽然不同 但焉网则杀 他人的情况 是相同的 这种罪过 是天力所不能赦免的 这种人 不是会招致人后 必定会遭到 上天的行法 虽然说是杀人 最后其实是自杀呀